在我国农村有这样一句谚语 有鱼有肉不是年 天上年化才是年 可见人们对年化的喜爱和重视 今天的农广天地和您一起走进 良品木板年化的世界 敬请关注 全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这里是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前些日子我们播出过良品竹连 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述的是 良品木板年化 也是产于重庆市良品县境内 与良品竹连 梁山灯系并称为良品三角 也被誉为川东奇葩 良品木板年化采用浪漫主义手法 以曲鞋纳服 喜庆吉祥 历史故事等题材进行创作 画面饱满 简洁 造型古朴粗犷 作为套色木刻版画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然而近年来 九富盛名的良品木板年画 却处在濒临灭绝 失传的尴尬境地 如何才能将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 更好的保护传承下去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梁平木板年画 梁平木板年画 花多达十三道版 却勾金苗银 色泽富丽堂皇 印制精良 属上等品 多供应光幻及大户人家 脱货印刷 约六至九色套版 给人以质朴 单纯 执着的感受 更具有乡土气息 属中等品 常用于普通百姓家 清章多为单幅门画 画幅不大 形式活泼 内容多是门神和戏曲故事 神话传说等 印刷简单 花间以横幅居多 由各种吉祥图案组成 中间套印金玉满堂 年年发财 一本万利等祝福字样 梁平木板年画 内容大体可分三类 一是门神 主要有将帅图 力刀顿斧 家观敬绝 杨鞭 五子登科等作品 二是神话传说 主要有麒麟宋子等作品 三是戏曲故事 主要有道令出关 踏散等作品 两屏幕板年画的特点 主要有造型姿态 艺术表现 色彩三个方面 梁平木板年画 造型古雅雍容 神态生动 得意而忘形 尤其是门神人物画 造型不为客观比例所束缚 而是以主观表现手法 进行大胆变形 刻意夸大头部 突出五官和神态 而缩短躯干和四肢 伸长不超过四个头长 未必单调和加大力量感 人物身体姿态 一般为弓形或S形 重心下落 左右横向发展 更显雍容大度 也印证了武夫如公的说法 特别是 将帅门神头大腰粗 身形雄壮 如当地山民粗壮结实 朴实憨厚 稳健彪悍 有的门神画在两侧下角 通常在增加几个孩童 一时整个画面显得稳重均衡 而且内容丰富 如将帅图 利福顿刀等 良平木板年画 在色彩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每张年画用色 以几个浓烈的厚重的主红 佛青 深绿 配以蛋黄 色彩搭配既有补色的强烈对比 又有同类色过度变化 色彩布局巧妙 形成不同色块的分布 既有跳跃美 又有节奏变化的形式美 在人物面部用色也极为讲究 一般普遍用淡淡的肉色平涂联手 以求真实和谐 面部以大块墨色刷胡须 以细线勾勒五官 眉毛 上眼瞼 以较重的黑色勾勒 眼白上部 涂上浅蓝色 涂出眼神 在眼皮 鼻子 全部染上淡墨 丰富面部层次 这种较为精细的面部刻画 和周围粗犷的色块形成对比 使得画面粗中有细 脸部的肉色也显得俗中戴雅 凉屏幕板棉花 还常运用同类色进行渐变 称为展 在完成的画面上 勒线为挂 这种明展明挂 以颜色的深浅 明暗浓淡的变化 形成立体效果 更增强了画面色彩的层次和节奏感 了解了凉屏幕板棉花的特点 接下来凉屏幕板棉花的传承人 徐家辉师傅 会以一幅道令出关为例 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凉屏幕板棉花制作的工艺流程 我们先来看一下材料和工具的准备 凉屏幕板棉花的板 分为线板和色板两种 一般得先有画稿 再根据画稿雕刻线板 再根据线板分别雕刻颜色不同的色板 因为道令出关 属于凉屏幕板棉花四大类型中的青张一类 画面上总共有四个颜色 要最终印成这个样子 我们就要制作五个板 即所有的轮廓线条 制成一块线板 所有的蓝色部分 将制成一个板 黄色色块 制成一个板 红色色块 制成一个板 绿色部分制成一个板 五个板子分开来印刷 最终组成一幅完整的年画 通常当地艺人把梨木作为 雕刻线板的上选材料 梨木质地细密 不易开裂 雕刻出的线条 坚挺结实 板面精湛 独具美感 色板材质要求略次于线板 可用蜂木替代 蜂木色板经过长时间的使用 会发生不同程度收缩 在掏印时可能会造成一些挫板移位 无意中形成灰白或者色线间的相互重叠 这又形成了另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 雕刻时用到的刻刀工具有 圆口刀 平口刀 斜角刀 弯刀四大类别 圆口刀用于雕刻中 根据画面需要雕刻木板多余部分 平口刀 刀口扁平 用于大面积雕刻 斜口刀 刀板边缘线处理 弯刀用于细小部分雕刻 还有雕刻时助力的木锤 用来上颜料用的棕毛刷 和在纸背面刷画用的盖刷 都是用棕缕自制砸成的 线板 线板称主板 也称墨板 由各种不同宽度的线条组成 疏密对比极大 增加了雕刻的难度 艺人根据画稿精雕细刻出 主要的轮廓线 刻板师傅记忆的高低 直接影响到棉花印刷的最终效果 因为线板对形象的规范 起着决定性作用 将刀板的材料和刀具准备好之后 年画师傅还要进行画稿起样 西稿艺人需要记忆娴熟 绘画功底扎实 对绘制的人物 娴熟于心 将药雕刻的图案 绘制在白纸上 线稿画好以后 将画稿正面朝下 放在选好的大小合适的 梨木板上 刷上白乳胶 用小刷子将画稿慢慢贴在 梨木板上 一定要贴平整 有缝隙的地方 用刷子再反复刷平整 把周围多余的部分裁掉 为了让画稿更清晰 再次用小刷子将画稿刷平整 放置阴凉处晾干后 就可以开始刻线板了 刻板开始 一般先选用斜口刀 借助小木锤 以刀对准笔画的轮廓边缘线 画线上一刀 画线外沿一刀 便将轮廓边缘线 大致刻出来了 刻至画面内部线条时 一刀必须从一个起点 刻到一笔画的终点 刻线板时 要根据不同的需求 变换使用刀具 以达到刻纹的深浅一致 刻出的笔纹均匀平滑 没有刻板 两屏幕板年画多采用深刻法 雕刻深度约0.2厘米至0.4厘米 充分考虑印刷操作的要求 严格控制板面空白下凹的深浅及角度 控制不同线纹凸起的坡度 让木刻线条挺拔于板面的同时 有可保证线条交叉拐角处不及墨汁 防止无脏纸面 以适应水印和大量印刷的技术要求 两瓶年画线板都采用洋刻 这种以雕刻突出来的线纹为画的刻法 成为洋刻 线板的雕刻最能体现一人的技术水平 讲究线条粗细均匀 流畅 一般刻制的一个线板 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线板刻好后 将离木板的贴纸紧紧刮下来 用小刷子将木屑刷干净 接下来就准备刻制色板了 刻制色板前 要用刻好的线板进行擦样 用棕刷粘上墨汁 均匀地刷在线板上 把纸轻轻盖在线板上 用盖刷轻轻来回擦洞 一张墨线图就印好了 接下来要进行分色 除了轮廓是黑色外 剩余几种颜色 要用毛笔单独描绘出来 一张一色 要求描绘准确 颜色不要出位 由于梁争年画采用的是 一色一板的方法 四个颜色都画好以后 用白乳胶将画稿贴在 选好的封木板上 修剪画质大小 晾干之后 就可以将四个色板 分别进行刻制 这里色板的刻制方法 同样是阳刻 与线板刻制不同的是 保留的部分 为每个颜色的色块 只需将带颜色的部分 刻出来就可以了 通常完成一套这样的新版 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年画师傅 现在用的这套 道令突关的套版 是老被艺人留下来的 至少也有几十年了 但印制出来的画面 依然清晰不走行 梁瓶年画既是新印刷出来的 也会呈现出 区别于其他地区 年画的古朴与典雅 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梁瓶年画 印制的时候 选用了纯手工的二元纸 二元纸 以当地百里槽的 隔年白竹为原料 整个制造过程 由手工完成 工艺较粗糙 这种纸 其实是非常不利于 用来制作年画的 但是梁瓶当地的 纸质艺人 却能让二元纸脱胎换骨 为年画制作 增光天彩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具体步骤是这样的 第一步是蒸纸 要将二元纸 放入土灶上的大木桶内 盖上锅盖 大火开始蒸 这样可以推去纸张 在使用中 脆裂性和缩水性 直至更为柔软 两个小时后 再将纸取出晾干 第二步是脱胶 将蒸过晾干的纸 卷起后再摊开 使得纸张一张张错开 稍微调整 使得每张纸留出相同大小的位置 把纸往里再叠两下 调转位置 像这样摆好 用刷子把酱壶刷在预留位置的左右两端 每张纸都缠住一个特制的小木棒 以方便后面脱胶 接下来 在特制的木箱上 垫好过滤的纱布 将按照一定比例调配好的牛胶和繁水 倒入木箱里 要将杂质尽量过滤干净 然后取出刚才粘好毒棒的二元纸 放在箱上 轻轻地拖一遍 用力非常讲究 既要让牛胶和繁水均匀地沾满纸面 又不能让水浸透纸张 明凡西式后 刷于纸面 可以避免跑色和增强硬质过程中的颜色附着力 而将调和均匀的牛胶刷于纸面 则可以增加纸张的柔韧性 将脱胶后的纸 挂于房屋阴凉处晾干 一般晾一天的时间 将晾干的纸 用T形架统一收起来 把小竹棒取下 刷过牛胶和繁水的一面朝上 放纸于桌上 整理好之后 只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 上泥了 这是将观音土 也就是白泥把和牛胶 按照一定比例调配好的泥浆 用棕刷粘的泥浆均匀地刷在纸上 刷好一张 用小木棒从中调起 挂于房屋阴凉处晾干 经过这几道工序 加工好的粉尖纸 直至厚实 色泽光洁 又可防止印刷时 颜色过于渗漏 精酒耐用 是印制黏化的理想用纸 纸张处理好之后 用特制的竹条捆扎好 就可以进行印刷了 两平木板年画一般先印线板 再印制色板 色板印制顺序为黄色 红色 蓝色和绿色 将捆扎好的纸固定在印板上 线板要放置于对应纸张的中间位置 线板上刷上墨汁后 右手轻轻扯着纸张 慢慢垂直盖上线板的同时 左手用盖刷轻轻刷上去 来回再刷几次 迅速将纸掀开 然后保持垂直晾干 每印一张都要刷一遍墨汁 一般要将整组纸张的线板 全部印完 再印色板 线板印好晾干后 就准备印色板了 首先是印制黄色 要仔细反复核对好黄颜色 所对应的位置 不要产生大的错位 位置着准后 就不能再移动 色板上快速均匀地刷上颜料 放下纸张 用盖刷 轻轻来回刷几遍 垂直揭开 用千纸棒 迅速垂下晾干 每印一张 都要重新刷一遍颜料 每个颜色 只印制一遍 每次印刷 要将这一组纸张 全部印完 且完全晾干以后 再印下一个颜色 黄色印完后 就要印红色了 换上红色色板后 依然要仔细核对 红颜色对应的位置 用印完黄色的纸 再印制红色 之后的蓝色和绿色色板的印制 也按照同样的方法操作 要注意 上墨时要均匀 适量 防止出现印刷 积墨与上色不均 落纸和提纸动作 都要快速利落 以免颜料 污染至张 传统年画的制作工艺 大致可分为 全印刷 全手绘 印绘结合等多种 凉平年画属于 印绘结合类 在套色水印完毕后 年画师傅后期 手绘主要集中在 头部和刻画服饰的细节 如 颧骨处略视阴影 以表现人物五官立体 这种手法 在其他年画种类中 极为少见 面部处理是凉平年画 最具特色的地方 在印制完毕的人物脸颊上 涂以腮红 形状呈椭圆状 称之为开脸 用毛笔沾着颜料和白酒 在人物脸颊处 随性描绘 颜料随白酒自然甚化 呈现蕴染效果 形象生动有趣 而这幅道令出观 由于画幅偏小 只需要用手指 沾染红色颜料 在人物腮部 轻轻一撇即可 这样一幅线条 简单流畅 色彩 简练明快的 道令出观年画 就印制完成了 用镜矿装表以后 就可以进入市场销售了 改革开放以来 梁平一直很重视 梁平木板年画的传承和保固 经过广泛走访 收集 县文物管理所 现收集到二十余个品种 一百余幅年画和五十余张标板 其中有八十余幅 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县里一波专款建立陈列室 聘请南京博物院专家 对十九幅珍贵年画 进行了抢救性修复 近年来 随着地方政府 对梁平木板年画的保护和发掘 梁平年画有了走出国门的机会 在德国文化交流会上 极具东方韵味的梁平年画 受到了国际友人的赞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也多次走进梁平考察梁平年画 作为梁平年画传承人的徐家辉 也在不断摸索中 建立了极具代表性的 德和泰年画作坊 总之 在多方共同的努力下 这门激进失传的手工艺术 又重新幻发出了网络的风采 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加入到民间手工艺的保护和传承中来 让我们的民俗工艺更加繁荣 好了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是这些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更多的内容 或信息可以登入本栏目的官方网站 再见